大家好 今天讲讲什么吧 前面没事 讲讲这个新的一个新闻 叫075两栖登陆舰下水了 那么这个两栖登陆舰下水意味着什么呢 今天给你讲讲 还是我之前说的一个理论 顾名思义 这个艘舰是亚洲 现在亚洲最大的 世界派第三 第一是美国的 比这个多了5000吨 它是45000 中国这个是4万 亚洲来说4万是最大的 日本那个才2万多 2万多吨 中国这是快两倍了 所以接近一个小型航母了 所以中国造航母 基本上时间问题 你说造10个20个它有可能 先说这个两栖攻击舰 顾名思义啊 两栖两栖 水陆两栖 那造这个船啊 这个两栖 两栖这个登陆舰的目的啊 就不光是对海上作战了 还有对陆上 你看这个两栖两栖嘛 对海对陆 那你就可以想到啊 对陆 就是这样 那这艘船对陆 中国就是大陆啊 大陆上不需要这艘船去打呀 对不对 那你你想明白了吧 这艘船的目的是什么了吧 就是未来呀 这个啊 很多人说这台湾啊 台湾也算陆 因为离中国太近 不需要专门造个船 去对付你 登陆台湾又什么 又游艇就够了 游轮啊 巨型游轮就够了 上面拉着兵 是不是当年那个 马尔维尼加斯群岛 那个不是 游轮拉着兵就去了 谁还专门造一个什么 登陆舰 专门装那个士兵的 只要是台海上面啊 空军把这个制空拿下 海军把这个什么 水下潜艇 我们把这个制海权 是不是一封锁 台湾海峡一封锁 游轮游艇是不是 上吧 拉着兵就上 不用专门造一个 两栖登陆的那个东西 那咱话说回了 那这个造这个东西 既有海又有路 然后还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那就用针对海外吧 明白了吧 针对海外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啊 在中国现在 通过一带一路 正在往外放放带 你简单把一带一路 理解成放带就完了 因为我跟你说多了 你也不理解 因为里边啊 有很多很多内容呢 你简单理解 因为这个当年日本美国都做过啊 既然是放带啊 你身后会上放高利贷 是不是 放带的 家伙都得有啊 手里都得有啊 就是说我能到你家门口来 是不是 来来什么 来把这个账要一要 你像有些小国 像什么台湾呢 是不是 你像什么东南亚那些小国呀 他也想放放出去放高利贷 马来西亚啊 香港 华人的灯塔呀 华人灯塔 也想出去放带呀 在其他国家呀 是不是 说来吧 你来吧 你把钱借给我吧 借给我我可以不还你 为啥不还你 你香港出去放带 台湾出去放带 谁还他 不还他 我不还他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够不着我 大国不一样 大国 大国是有什么远洋 是不是 手能 手能伸到那 那现在这个两栖登陆舰啊 就和航母是配合着的 对陆攻击 对陆攻击的意思啊 就是 你比如说现在吉普提 有个军事基地 中国的 那北上就可以进入地中海 是不是 像意大利那几个 希腊那几个港口 我随时都可以到达 是不是 南下到印度洋 连接在谁呀 那个我之前去过 斯里兰卡 印度洋那几个地区 马尔代夫啊 还有非洲 都可以 所以一个吉普提 就可以 欧洲 非洲 南亚 全控制住 所以吉普提很重要 后面 我预计啊 这时候 这时候这个 肯定是要 到吉普提 或者到海外驻扎 这样咱们中国啊 就是全球到达 包括航母也是 全球到达 航母 还是我那句话 不是给你们台湾人造的 打你台湾不需要航母 那是给一带一路造的 配枪放带吗 配着枪出去放带吗 大国呀 之所以敢放带 之所以啊 敢玩啊 这个借贷游戏 是因为大国呀 是不是 有谁 有自己最重要的盟友 海军 海军是这个大国的最重要盟友 台湾那个海军啊 只能在近海晃一晃 到远海就得靠他美国爸爸 但是美国爸爸 人家放高利贷是不会给台湾什么利益的 所以台湾自己出去放不了贷 这也就是我台湾人只能靠什么 靠开个小工厂 是不是 搞外贸 做生意 辛辛苦苦 是不是 搞贸易 挣钱吗 但是这大国呀 大国挣钱方法是什么 收贷 放高利贷 用钱去挣钱 就比那些小国呀 来的安全 来的什么 稳定 利润还丰厚 这也是台湾呢 香港这些国家 永远不可能成为啊 高等文明的一个原因 高等文明啊 不像他们啊 不像他们 还得靠贸易去 靠贸易 把你海上 是不是 我海军给你的贸易通道一封 你完了 你整个像台湾岛 那整个就完了贸易 还挣什么钱啊 是不是 所以他放不了高利贷 出去放不了贷 他配不了枪啊 那现在明白了吧 航母和这个两栖舰 主要目的是对海外的 你出去放贷 你首先啊 你得有这个收回贷款的能力 不然人家借给你 借你的钱啊 可以不还你 你拿人家没有办法 另外你啊 你的意志啊 还有你的海外侨胞啊 你是保护不了的 我没说是 我没说是华人啊 有些拿着外国护照 那些华人还天天想着 让共产党 让中国来 派着船军舰来救你 不可能救你 你没中国护照啊 是不是 你没有中国护照 中国海军到时候上船 是看护照的 你没有护照 是不让你上船的啊 你看没看那红海行动 看看那电影啊 现在中国在那个非洲 是不是 在这个北非啊 已经有作战行动了 早就有了 未来啊 特别 特别是一些地区国家呀 既然放了带啊 那互相大国之间会争夺的 争夺 明白吧 啊 争夺起来就容易行吗 战乱 一战乱撤侨 啊 这些啊都需要这个两栖舰 啊 两栖舰去撤侨 下回再撤侨 这个两栖攻击舰就去了 不需要航母啊 四万多吨 就是一个大小型航母了 就是一小型航母样 直接派到什么地中海 希腊 对不对 上回在希腊那不就是吗 这个利比亚撤侨不就是吗 这回直接派两栖舰去 所以啊 它的意义在这啊 我已经是基本上环球了啊 我环球了 所以咱中国公民呢 是全球公民 全球到达 未来在全球 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啊 那种大型的什么排华也好 危险也好 你会看到这艘两栖舰的身影 而且啊 不止一艘 五大洋都会有中国海军的身影 啊 你可以放心了 现在只是开始 我今天啊 大概给你讲了一下 还是我之前的理论啊 中国海军是为了一带一路保家护航的 啊 你出去放贷 你必须得有啥配一个枪啊 我的 我的这个贷款 我得能收回来 别的国家也不会赖账 嗯 千万别把台湾和香港啊 是跟华人 是吧 华晨世界的灯塔比啊 他们呢 放出 他们也放不了贷 他放 他只能对外援助 嗯 就给人一笔钱 再也不想要了 人家也不会给的 这就是啊 援助和贷款的一个区别啊 他也搞不了这个 这是大国能搞的啊 他那个近海 那个海军啊 啊 对付对付渔船 菲律宾渔船 了不地了 啊 了不地了 嗯 香港更是 香港人就靠贸易 还全是靠大陆的贸易 哼 我也不知道哪来自信啊 这帮香港人 哼 你可以看看那电影啊 红海行动 我之前在那个马尔台服务的时候 我好像说过一期啊 红海行动 你们啊 还是当笑话呀 你们也理解啊 怎么样 说完红海行动 马上这个 哎 登陆艇 登陆舰上来了 四万多吨啊 日本那个出云号 那个 那准航母啊 那才两万吨 笑话一样啊 中国上了 就一个四万吨 所以啊 这个现在这个世界啊 制造业 中国是大拿啊 日本已经没有什么制造业 美国也没什么制造业了 嗯 所以啊 跟中国比这个 这个常规装备啊 中国只是现在啥 嗯 刚开始还在造 但你要后续中国如果 加足了马力要造的话 能吓死啊 能把这日本的美国吓死 所以我现在只是说了啊 中国是一步一步来啊 不会是消耗全境 全国的力量 是不是为了造这什么东西 为了造航母啊 造这个全全都往上造 也不会 根据自己的时间表 有需要造 就还是看一带一路啊 一点一点铺陈 利益大了 海外利益大了 我当然啊 我这航母啊 两栖登陆舰 我造的数量就多啊 所以还是啊 根据中国的海外利益啊 那我今天啊 就简单跟你讲一下 你通过我视频呢 你又有一个世界观了 以后再看这些方便新闻啊 你马上就和海外利益 能联系到一起 千万千万别跟什么台湾啊 香港联系到一起啊 那帮他妈地表地表 这个华人里边最低级的文明 是不是 你比如说航母 连那个什么 连常规武器都得跟美国买 香港呢 整个BB弹天天还他妈的啥 把人眼睛打瞎了 那他香港更是更是啥 连武力都没有 九毫米在暴力吗 九毫米暴力 所以啊 他们在华人世界里啊 在世界面前啊 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啊 低等文明啊 不要把他们当人 嗯 不要当当什么什么 华人的啊 灯塔呀 是不是 最低等文明啊 非洲土著都瞧不起他们 啊 好了 我说完了啊